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可不是叶子喔 它是云南雅葉堂 又稱雅葉堂 那它為什麼摸一摸 就會把兩根觸角折下來收好呢 平常啊 雅葉堂的觸角和一般昆蟲一樣 是豎起來的 不過當遇到騷擾或危險的時候呢 它會把觸角給收起來 這個時候啊 它從正上方看起來 真的很像一片葉子喔 長得像葉子能做什麼呢 當然是騙人啦 鳥類呢 應該是雅葉堂最重要的天敵之一 把觸角收起來的雅葉堂 在鳥眼中或許跟樹葉非常的相似 左邊這一隻呢 是把觸角收起來的樣子 而右邊呢 是將觸角展開 竖起來的樣子 也就是平常的模樣 不過呢 要是看到長著觸角的樹葉 嗯...那很有可能會露餡呢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 一週一堂課的介紹 我是熱愛堂堂的韋傑老師 希望你喜歡本期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